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此次东京奥运在两岸上有两个主要观察点 其余是,此次让世界看见台湾之氛围在台湾非常浓厚 其二是两岸网民在其中的情绪对立 两岸网民情绪被挑起到顶峰的 是前两天的羽球输死战 首先是在羽球男双金牌战中 台湾组合王麒麟、李洋打赢了中国大陆的双塔组合李俊慧、刘宇辰 得到金牌 比赛结束后,台湾掀起一波世界看到台湾 终于打败中国的狂欢 相关人等在庆祝夺牌之余自封为国 彻底让舆论炸锅 台湾人没把中国人当同胞 应该直接统一解决台湾等说法 在赛事胜负一定之后成为了新的话题战场 而微博则分成两种 一种是认为双塔组合没有发挥应有实力 胜以国队的两人禁输给省队的说法来宣泄怒气 一种则是认为银牌也不错 选手尽力了 台湾自然欢呼 并且更期待接下来在台湾 有极高声誉的羽球选手戴资颖能夺金 而戴资颖在之后的赛事中 对战中国大陆选手陈宇飞 最后以银牌作熟 比赛结束后 大陆舆论一方面自然高兴 认为终于一雪前耻 但也有不少网友纷纷在台媒评论区留言 没关系 两岸赢了 而人民日报8月2日 也中文平息这场巅峰对决 称就技术特点来说 戴资颖技术全面 速度和力量都很强 对台湾选手戴资颖多所肯定 绿营方面 蔡英文脸书先前称奇 忍不住拨电话到东京 智贺王麒麟与李扬夺金 也在女单赛后发文赞赏 戴资颖的韧性 偏偏蔡英文只在胜仗 提到击败大陆对手 败仗后却自动忽略 苏贞昌赞许 林扬佩击败中国双塔 却未提到与戴资颖对战 状况很好的对手是谁 整体来看 台湾此次奥运成绩斐然 也升高了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 蔡英文政府的公关宣传 也朝着类外交突破模式书写 此外 不少绿媒早已把中华台北队 改为台湾队 对于金牌颁奖典礼上的 中华民国国旗歌 此番也进行改称为台湾国旗歌 与此同时 针对与球男双决赛 最后一球压线的鹰眼叛读图片 制作的衣服等相关产品 更被青绿媒体自豪地 以辱华T恤名之 搭配诸多国际媒体 对中国大陆运动员的类似报道 形成一股辱华报道风潮 就此而言 奥运比赛显然已经不是比赛 而是台湾对大陆泄愤的出海口 谁对上中国队就帮谁加油 成为共识 当中华台北队与中国队正面对决时 其所象征的意义 更不只是一场体育竞赛 对台湾人而言 似乎中国队没少一面奖牌 其国力便会衰弱一分 也更戳破了中国复兴崛起的牛皮 而倘若大陆连在运动赛场上 都无法战胜台湾 那更还论达成两岸统一的终极目标 也更增强了台湾摆脱大陆的信心 在中国女排未免失利 无缘八强时 台湾网上有人嘲讽到 大陆拍了女排电影夺冠 在现实世界却连欲赛都过不了关 这显然误解了夺冠的含义 当年适逢改革开放之初 起步落后的大陆 确实被修奋与落差感所笼罩 体育竞技确实成为一个 让世界看见大陆 重建民族自信的契机 但如今大陆崛起的现实 体育已经不再需要被振兴民族所捆绑 也不再必然要为荣耀国家所服务 更多的是着重于选手个人价值的实现 只要选手能全力实现自我 国家自然会因此强盛 这才是夺冠中 女排精神转变的核心意涵 大陆当然也有不少小粉红 对选手的批评声浪 但相较之下 台湾表现得更像是1980年代的大陆 对能否融入世界诚惶诚恐 深怕旁人注意不到台湾 而这样希望都寄托于选手的亮眼表现 能使台湾因此受到国际广泛承认 尤其在两岸选手的对决 放大到两岸的统独之争 只有败北时强调运动不要牵扯政治 一旦台湾选手获胜 所有强调台湾主权的相关词语 便会漫天飞舞 似乎台湾朝剧统或独立又更进了一步 台湾旗也更有资格在空中飘扬 从台湾社群不断兴奋宣传 让大陆选手听国旗歌 大陆选手回去要劳改了 等嘲讽性的说辞 不难看出一场运动竞技的胜利 对台湾而言所代表的政治意义 但倘若运动竞技真与国力画上等号 两岸在捉球与球等各项目上的对垒 台湾也仅取得一胜 更遑论中国队在奖牌积分上 仍是排名第一 选择性的看到一场胜利 便能衍生出对抗大陆的台湾旗 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免过于RQ 网友们当然可以自己创造各式各样的 自己喜欢的旗帜 但终究改变不了国际会场上 中华台北队会的现实 东京奥运转播单位日本放送协会 把中国台北队称为台湾队 岛内亲历媒体一片欢腾 蔡英文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谢谢日本将一切化为可能 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 2018年所谓冬奥证明公投时 蔡英文始终没有公开支持 拜托民进党当局此时应多照顾选手待遇 让选手有最好的表现 不要拿意识形态的问题制造纷扰 针对中国台北代表团 在第104顺位进场 台湾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博仲指出 台湾列为T组是因为英文代码是TPE 而不是因为台湾 他喊话那些自嗨人士先做功课 再来感动 不少台湾网友也纷纷破冷水 留言说 又在自我安慰 又在自我精神胜利 既然日本这么好 为什么还会跟台湾断交 今年的奥运会彻底暴露出 民进党当局对体育事业的短视与失能 先有参赛队员与随队官员 搭击享受差别待遇惹出风波 后又有夺下柔道银牌杨永伟的柔道尔 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运动员照顾不够 中国台北乒乓球名将 装置冤成功晋级16强 却是孤军应战 没有教练 没有随心人员 连球具装备都自己收 孤单的背影让不少岛内网友心疼感叹 民进党从来只有拿牌沾光 打电话恭喜 选手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 在过去两岸关系相对和缓 大陆舆论看待中华台北 大概与看中国香港队相距不远 都是自家孩子 如今情况稍有不同 有认为仍是自家孩子的 有认为收服弯弯的 情绪更复杂 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东京奥运两岸出现了临时差现象 两岸网民几乎在同一时间 关注同样的话题 甚至两岸网民都会第一时间知道 对岸的人是什么反应 比如台湾与大陆网民 都在第一时间关注日本运动员 伊藤美成 只是立场不同 都在第一时间关注台湾乒乓选手 林云如 台湾都在第一时间知道 现在大陆在骂东京奥运的裁判 大陆也都在第一时间知道 弯弯因为羽球男双金牌又高潮了 民意对立 结果造成了另一种两岸交流 此外 大陆运动员的外套挺好看的 大陆选手杨倩有点可爱 哪个大陆运动员的腹肌不错 这些小花絮也在台湾流传 越骂反而越增进了解 当下看起来很对立 但长久来看 现在的两岸交流 确实比过去融合太多了 台湾选手在本届奥运的表现 确实十分亮眼 戴姿颖及林云如等选手 也都获得大陆方面的诸多正面评价 在两岸极具恶劣的时刻 奥运竞技会场 无疑给了双方更多交流互动 正向连结的契机 但倘若因此变得更加对立 甚或对台海情势出现另类的幻想 那也未必太不切实际 毕竟现实来说 运动员的表现与主权与否毫无关联 而中国队吞下再多败场 两岸关系的实力对比 也不会因此出现任何变化 更不会让台湾因此获得更多国际支持 选手们的杰出表现令人眼睛一亮 也值得更多的掌声与肯定 但因此长矩短叹与台湾队的难产 不免搞错了重点 而予以中国败北编制出 被国际所承认的台湾旗 同样只是台湾内部 自我宣泄的卢内高潮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